这一讲我们继续来品读 《焦聊》这首诗歌 历来多认为 这首诗歌中的花椒 是用来比喻女子多子 但是林七却认为 《焦聊》这首诗歌 并非是为了赞美妇女多子 而写作的 诗人所描写的对象 其实是一位男性 诗中以花椒的果实来做比喻 它的重点并不是在于 花椒多子的这样一个生物的特点 而是因为花椒的果实 除了多子之外 它还具有另外一种鲜明的特点 那这是什么特点呢 这就接着要从诗歌 《两章末句》中找到答案 焦聊鞠 鞠这个字在这里 是表示感叹的一个语气词 那诗人因何而感叹花椒呢 远调鞠 调在这里就指长的意思 那是什么东西长呢 难道是指花椒这种树木 它的枝条非常长吗 当然不是这样的 《毛诗证简》里就解释这一句 他就说 言心之远闻也 什么意思呢 就讲这一句是指花椒 它芬芳的香味 飘扬传播的非常远 这就是花椒子 它所具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的香气心裂 现今花椒依然是被作为食物的香料来使用的 由此可见 诗人在焦聊这首诗歌中 反复提及花椒果实的数量之多 其实并非是为了隐喻妇女多子这样一个意涵 这种多子的寓意 其实是在汉代以后才慢慢发展产生的 春秋时期的诗人描写焦聊 主要的目的是讲花椒 它的气味心裂芬芳 极具感官的侵略性 花椒的果实越多 那这种气味就越强烈 传的也就越远 那诗人借用花椒的分香之气 是为了作何比喻呢 这就又不得不提到当时晋国的历史背景了 当时晋国是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 晋昭侯将他的叔父陈诗分封在曲卧 陈诗在曲卧不断的招兵买马 扩张势力 造成了晋国内部的分裂 史记晋世家里就记载 陈诗被封到曲卧之后 被称为还书 他非常善于实施仁德 乐善好施 以此来笼络人心 慢慢的呢 晋人就开始纷纷归附于他了 由此可见 陈诗能够不断的壮大势力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他有智力之道 会争取人心 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 因此诗人在交流这首诗歌中 其实是借花椒的芬芳香气 比喻陈诗 他仁德好施 他的这种行为 就如同浓烈迷人的花椒气息一样 慢慢静燃百姓 感化百姓 所以之前的笔记之子 其实指的就是取卧的陈诗 而硕大无盆 硕大且都这样的句子 也是隐喻陈诗 他的势力壮大 尤其后一句讲到这个都字 就点名了陈诗他势力强大的原因所在 都这个字就是忠厚有德的意思 花椒的本性是香气芬芳的 而且这种香气是富有侵略性的 可以将其他的气味都盖过 如今诗人描写花椒的果实之多 可想而知 在他周围所有的物体 没有不被他的芳香所浸染的 这就好像取卧的陈诗 用道德来笼络人心 渐渐的壮大 而无人可敌 这种道德感化的力量 就如同花椒的香味一样 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是呢 却是势不可挡 双击点赞 关注听灵七 你也可以通过阅读 灵七品读诗经的相关书籍 了解这首诗歌的完整解读 我是灵七 让我们一起品读诗经之美 回归人生初心